我们立足于新西兰放眼全世界 解读国内国际的大事件 深挖新闻背后的历史和内涵 传递不同角度 不同人群对新闻事件的看法 33南北线带您解读全球热点 33南北线 南北都了解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33南北线 我是宋雨璇 我是David政经纬 是的 在上一周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讲军演 这一周又一个军演展开了 那就是东方2022 当然这场军演我们看到 其实美西方的国家一直在炫扬一种话语陷阱 比如说中国俄罗斯在加强战略的威慑 威慑东北亚的局势 感觉东北亚局势的混乱 都是中国和俄罗斯造成的 但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带您一起来看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看到 是这场军演的一些具体的基本信息 我们看到东方2022这次军演是从9月1号一直到9月7号这段时间进行举行 我们看到了它的规模规模有5万多人 当然相比较上次来说少了很多 那其中呢就包括140架战机 60艘舰艇等5000多艘装备 这次的训练场呢一共有7个分别的分布在这个日本海北方四岛 还有就是鄂霍茨克海 当然这次的战术演练呢 主要是在谢尔格耶夫斯基的训练场 同时呢他参演的国家要共同去组建导演部 联合战略指挥中心 而这次军演一共分为四个阶段 其中就包括兵力的集结部署 还有联合战役筹划 以及联合战役实施 以及组织兵力进行回撤 那我们看到中方的已经派相关的军事人员抵达了现场进行了集合 那主要呢中国派出的呢是这次北方舰队中的陆海空的战士们 一共有2000多人 其中呢就包括300多辆战车固定一的飞机 还有就是这个直升机21架 同时呢还有三艘的战舰 我们看到这次呢派出来的战舰呢都是大型的驱逐舰 譬如说055型万吨驱逐舰南昌舰打头阵 另外两艘呢还有就是054A型的护卫舰和903型的补给舰 代表老师我们看到055型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巨大型的这样的驱逐舰 这次中国派出这样的一组军舰参加 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意味 非常的重要 因为中国这些年呢大家都知道做军舰像下水饺 不停的下 但最重要军舰上面的是飞弹 那这些导弹呢在海上的时候呢 一定要练习所谓打靶 但是如果没有演习的科目啊 你很难平常能够练习去操练啊 因为太敏感了 所以借着这次军演最重要呢 中国解放军派出了这个万吨055的南昌舰呢 还有其他的054啊到了这个演习目的地呢 要进行所谓的就是舰载飞弹试射 那目标当然最重要就是在北方四岛的靶场上面 那这一次呢飞弹更要使用中国自己的北斗定位系统 整体来讲这也是中国海军啊 他的火力打击能不能在这个外面呢 就如这个看到的啊 能不能有那么好的这个表现 那实际上就是要真的去打一次 才知道到底飞弹啊船只啊人员啊 硬体软体是不是都完美无瑕 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 就是驱逐舰一般都是6000吨左右 而南昌舰这次做的是1万吨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海面上三艘 一般来说就是舰艇要配合核潜艇 再进行一起运作的 您觉得这次中国会否拍出自己的核潜艇 或者适合俄罗斯 俄罗斯在水下而中国在水上进行配合作战呢 呃这都有可能哈 但是中国这些年呢做的裁电潜艇啊 反而表现非常好 就是039型啊 039型的裁电潜艇 中国有一款093型的核潜艇 那这039型的裁电潜艇呢 这一次应该也参加演习 就这个所谓的这种啊 算是近海区域性作战 不一定要用到核潜艇 核潜艇最重要的目的是所谓的核威慑 带着洲际导弹在世界各地啊 任何一个大洋当中呢 在那边潜伏啊 随时啊进行所谓的就是核威慑力量 那大概在近海防御啊 反而要一般的裁电潜艇 像这个039型啊最近改版 那这次演习呢 应该也会出动跟着南昌舰一起去 但是毕竟潜艇啊 他的行动必须保密对不对 所以在演习科目的新闻稿上面呢 都没有提潜水艇的事情 但是潜水艇一般呢都会跟得去 那在协同作战上非常重要 因为俄罗斯虽然有潜水艇 但是中国的军舰跟潜水艇之间的 联合作战啊互相配合 在这次呢可能也要做一个操练 嗯我看到这次其实中国的军舰 比如说什么时候出动到达了相关海域 其实也都是像是日本媒体防卫省 最先铺露出来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次美西方国家呢 设置了很多的这个我们叫做话语陷阱 因为他在媒体上宣扬的都是东北亚局势 是由中国和俄罗斯搞乱的 我们看到其中呢 西方媒体纷纷解读说 中俄在联合在这个地区展示武力 要挑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 当然其中啊英国的金融时报就说 这将意味着莫斯科和北京深化关系的标志 您觉得这场军演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 他参与国有13国中国只是其中之一 能否意味着中国和俄罗斯进一步走进 呃典型的佩洛西效应哈 看到了哈 那当然讲我想这一次的军演呢 这个实际上让中俄关系啊更加的紧密 因为佩洛西访台这件事情 他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哈 非常清楚可以看得出来是在美国 外交战场上的一次啊 整体作战的一环 那对于中俄来说呢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反而走得更近啊 佩洛西效应已经发酵 那中方呢跟俄方啊 对于在地缘政治上的军事合作 我相信将来还会更多 当然这一次呢 比较不一样的是陆海空啊 虽然规模没有上一届那么大 但是呢最重要的重点是 两军之间的默契 从演习科目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有进有实际作战到最后还要退啊 这个中间的过程呢 都可以看出是同时啊 最重要当然是中俄嘛 因为其他很多与会国家派的人不多嘛 所以这一次对中俄来讲 是一次非常好的操练 是我看到还有就是这次呢 在海上训练科目中有一项 是中俄需要配合的 那就是通讯作战 在这一项上到底中国和俄罗斯 中国是在借俄罗斯的东风 还是俄罗斯在借中国的东风呢 因为现在时代进步啊 在这个整个作战系统上啊 大家都为了保密 已经的数据链了 是一种加密的形态 那加密形态呢 就是不能让别人窃听嘛 你看早年海军呢 大家都要打这个晴雨 对打灯号 但是现在时代进步啊 虽然水兵还要学这个 但是真的大数据啊 不管是雷达的资料 或是我方的情报系统啊 或是卫星的资料 第一时间透过数据链 能不能跟友军呢 串联在一起 比如说友军的资讯 我军的资讯 透过数据链传输 过去没机会 透过军演 这个中俄双方的数据链呢 可以来一次资讯互换 我想这个也在演习的科目当中啊 也可能有这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对彼此来讲 大家都要磨合 熟悉一下对方 那这种的通讯训练是否是通过的 北斗完成的呢 当然这个北斗是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定位系统啊 所有的武器发射啊 那能不能打准目标 这个卫星定位非常重要 过去呢全世界只有GPS 对 所以呢中国在大概80年代啊 这个尤其是在 后来银河号事件之后 开始加快脚步 开始做所谓的 中国版本的卫星定位系统 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北斗 那当然有了北斗之后呢 中国所有的武器定位 从飞行员到飞弹 有了这个定位系统 不担心啊 美国啊在重要关键 把你这个GPS啊 他关掉 对 对美国会做这种事 但是平常他不关 打仗的时候他一关 你的飞弹啊 就就打不准了 所以这一次北斗 应该是也让中俄双方的军队 大家共同使用 因为我们用的都是民用版 军用版那是非常的准确啊 可能误差是一米内 对不对 一般我们民用大部分是定位啊 开车啊 对 船只啊 在海上差个二十米三十米 问题不大 但打仗的话 那个飞弹二三十米就差很多了 嗯 其实我们观察到这次的 西方话语陷阱当中呢 很多都会把这次军演和台海局势 联系在一起 譬如说呢 在英国的美日邮报就说说 这次军演呢 其实也意味着普京在侧面的同意 北京要开始武力攻打台湾 您怎么看待啊 就是把这次军演 和整个的台海局势 以及普京对台海的态度联系在一起的呢 我觉得美日邮报大概 可能对整个地缘政治上啊 并没有十分的了解啊 因为普京稍早之前曾经提过啊 这个两岸之间的问题啊 关于这个是否要用武力解决 台湾问题的时候 站在普京的专业角度来看 大家都知道根本不需要 不需要啊 对 光是把你的这个什么 对外航海的这个航线给封了 其实很容易啊 就解决了 两岸之间的问题 那实际上这一次军演最重要 是演给日本看啊 演给日本看 俄罗斯呢最重要一直以来啊 对于跟日本之间啊 在领土上有许多争议 像什么北方四岛 所以这一次呢实际上最重要 是演给日本看 但是美日邮报的那个主编啊 或者没看懂这一点啊 所以这一次的军演实际上 他的位置在东北亚啊 而且把靶场设在北方四岛 这个是一直以来 这个日本跟俄罗斯之间 吵得最凶的 而且岸田上台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说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 可是各位回想一下 在当时啊安倍晋山 还在首相任内的时候 曾经为了解决北方四岛问题哦 他曾经很多次跟普京啊 谈到什么程度 叫做共同开发 意思就是说北方四岛 这个争议啊 主权是谁 我们各自 但是怎么样把北方四岛 给发展起来 对不对 让两国之间的紧张降温 当时安倍花了很大的力气 甚至在2016年的时候 双方还坐下来在那谈啊 但是呢这个岸田上来了 安倍过世了 这个北方四岛 共同开发这件事情啊 大概就没了 就就黄掉了 那现在来看呢 岸田说北方四岛 是我国固有领土 当然指的是日本的啦 那这个态度普京听在耳朵里 当然是不答应啊 因为北方四岛攸关日本的 算是整个亚洲的通路啊 关键所在啊 是啊 关于这个日本的北方四岛 和俄罗斯相对的合作方面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俄罗斯也有派相关人士 到达北方四岛 当时有时候说要把北方四岛呢 变成一个这个无关税的 这样的一个经济特区 而且俄罗斯是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这个领土啊 是归俄罗斯的 不归你日本 但是要是开发北方四岛的话 你日本愿意投资来 俄罗斯是接受的 但在现在的这种国际情势下 您觉得在经济方面 日本和俄罗斯 还能在北方四岛进行合作吗 北方四岛是一个二战后 一直以来最争议的地方啊 当时不管是什么波斯坦宣言啊 甚至旧金山合约啊 什么亚尔达蜜月啊 这些那么多二战要结束之前的 这些合约 或二战结束之后的一些协议啊 实际上里面有很多所谓的灰色地带 对一些事情啊 讲得不清不楚 对不对 就以北方四岛而言 当时这些西方国家跟苏联说 你只要对日宣战 我将来啊 就把库叶岛跟北方四岛给你 对不对 所以各位知道 在8月8号 苏联呢 对日本宣战 8月15号 日本天皇就投降了 所以 苏联严格在讲 跟日本没打过什么仗 对不对 但是北方四岛他就拿定了 对不对 库叶岛也拿走了 甚至当时还要求38度线 把日本各一半 他要分啊 对不对 美国怎么可能大意 美国说我太平洋战争 拼了老命打到日本 对不对 日本归我 朝鲜半岛各一半给你 所以你看韩国人很生气啊 对不对 说我们也没发动战争 我们的国土要被割一半 所以我们上集有讲过嘛 朝鲜人其实最讨厌的是日本人嘛 好了 那现在问题回到点上 俄罗斯对到今天 对于北方四岛 这件事情 绝对不会放松 虽然现在俄乌冲突 那整个地缘政治在 一直不断的变化 但是北方四岛这件事情呢 未来跟中方可能在经济合作上 有可能 但是跟日本仅止于经济合作 其他免谈 是 我们讲了这么多 北方四岛的这个历史故事 给大家看看北方四岛到底在哪 北方四岛呢 其实这个俄罗斯呢 他称作为这个北方四岛 但日本呢 称作为南千岛群岛 他主要呢 是由四大岛屿组成 他们分别是呢 这个泽州岛 瑟丹岛 还有池五珠岛 国后岛这四大岛屿 当然这四大岛屿啊 在美国的眼中 把它看作是在东北亚方向上 四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而俄罗斯占据这个地方呢 对日本来说特别紧张 因为就觉得说 你俄罗斯这个 在我家门口安装了这个监控摄像头 基本上日本以及出海口 有什么样的现象 俄罗斯都可以在这四个岛屿上进行接控 那戴卫老师 这个他的整个的这个 我们说北方四岛 也说这个南千岛群岛 它的布局以及它的出海口 包括绕过白令海峡 就会到美国 这件事情上 到底它的地缘上是如何影响的 非常的重要 我们常常讲到整个亚洲局势的时候呢 谈到的都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但实际上在二战结束之后呢 美国设下了所谓苏联岛链 苏联岛链的概念呢 各位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呢 在这个日本的南方啊 跟韩国之间那个叫对马海峡啊 那这个地方呢 他韩日都驻有美军 而且大量的美军呢 大概有一半驻日美军呢 是在冲绳 对对马海峡来讲 它有恶手的作用 那再往上走走到画面上 各位看到日本两个字的附近 有一个叫青津海峡啊 这是日本的第二个大海峡 再往上走各位看到中古海峡 中古海峡在哪呢 在北海道跟北方四岛的中间 那但是就如果历史来看啊 在日俄战争之后啊 俄罗斯呢 早就看到当时的俄罗斯啊 早就看到那那么大的国土啊 在亚洲啊 他必须要有一个不动港啊 海森尾就被他看中了 当然呢 这个最后还是绕在他的手上啊 从蜻蜓的手上拿到了 拿到了海森尾之后呢 当然同时也做了一个叫西伯利亚铁路啊 西伯利亚铁路做完以后呢 接着打日俄战争啊 那日俄战争发生的时间是在 这个1904年的2月8号 打了日俄战争 但日俄战争各位知道俄罗斯是输了啊 但是输了以后呢 海森尾还是保住了 但是户叶岛呢 丢了一半 但是对于这个整个俄罗斯啊 来知道 如果要到整个太平洋 他要出来 这个中古海峡 北方四岛是最重要的一个 出海口 因为对马可能被封锁 清津更容易被封锁 中古是最好的通道 如果今天北方四岛没了 换句话讲 将来啊 这个美国苏联岛链呢 就封死俄罗斯了 对不对 就把你封在里面 你海森尾啊 就算不动港也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从地图上 我们就看得出来 为什么俄罗斯 对于这个北方四岛那么坚持 而且这次演习放在北方四岛 是同时我们看到呢 其实俄罗斯和中国一样 他也有不同地方 不同战区 那海森尾 这个地方刚好是俄罗斯的东部战区 当然这次参加这个军演的 当然也是大部分是东部战区的兵力 那我们看到俄罗斯的东部战区 其实很多这个媒体都说 你俄罗斯欧洲战场已经在开打了 你有兵力再去在东部战区举行军演吗 那老师您觉得俄罗斯 是如何在分配他的兵力 可以在兼顾欧洲战场的同时 还可以兼顾东部战区 是的 那俄罗斯现在的现役部队是100万 101万人 那在这个后备部队大概还有200万 虽然苏联瓦解 这些年的俄罗斯 虽然在90年代有一段时间 是非常的糟糕 经济非常的崩溃 满街的这个大家都在要饭的人挺多的 但随着时间的改变 现在这些年透过能源的出口 俄罗斯的经济上升之后 他的兵力也在提升 装备提升 人员提升 数值提升 虽然现在有俄乌冲突 但是俄罗斯要传递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告诉西方 我并没有因为俄乌冲突 我的大军全部陷在乌克兰 对 我在东部战区 我一样有战力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甚至也是告诉日本啊 告诉周边这些美国啊其他国家 我俄罗斯啊还有一定力量 嗯其实我们看到这次东方2022军演 日本算是最坐不住的一位了 对啊 对从上周 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说 日本呢打算对付中国 要在这个西南的这个珠岛 要部署1000多枚导弹 但在本周三的时候呢 日本又有新的军事计划被传出来了 那本周三的日本说 要大规模的生产巡航导弹和高速弹导导弹 作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的 同时呢日本在军事预算方面 从今年4月1号就提升到3.6% 至5.6万亿日元的军事预算 而二天问群政府呢 也会在今年的年底批准这一预算 但老师日本的这一举动 您觉得它有能力通过它的预算 部署更多的导弹对付中国和俄罗斯吗 当然这个如果一定要说 对付中国和俄罗斯来讲 当然这他身边两个最大的国家 但是以日本的现在的做法呢 就是对于这个武器的升起啊 他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啊 他武器升级 其实在许多方面来讲 不单单只是啊 这个所谓啊 对付别人啊 当然最重要是自身防御很重要 而且在现代来讲 这个导弹的好坏啊 攸关你防御力量的这个观念 像过去传统啊 把这个所谓大陆军坦克大决战 在将来不会发生了啊 概率很低 因为呢你有坦克车 对方有攻击直升机 或有导弹就解决了啊 不需要两边坦克对决啊 那个二战的时候有可能 坦克大决战 但是现在不太可能 海战两边呢军舰互轰也不可能了 那个战术啊一直在变 所以飞弹将来是一个主流趋势 所以你看中国非常聪明啊 在非常早60年代呢 就开始研发火箭到现在的导弹 东风系列就证明啊 当时的方向是走对的 用不对称作战的方式呢 弥补自己的短板 当然日本也看到这一点 知道现在周边国家 尤其是中国的东风系列 对日本来讲 它的威胁是不断的升高 如果你站在日本的角度来看 确实那该怎么办呢 那当然要以弹制弹了 对不对 因为人家都飞弹 打得又那么准又那么多 那我该怎么办 我要拦截 我至少要拦截的力量 不然的话你光在那做坦克车 做战机 做船 做航母 没用 所以要做飞弹 所以日本这些年呢 决定要花更多的预算 在飞弹方面的提升 当然现在美国也希望 日本你就多提升一点 帮我呢去对付俄罗斯 或帮我看好中国 大概就这味道 对我们在观察到日本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有两方面 一个就是日本国内 它到底是怎么样 未来部署 就会把日本这个国家 带领到哪一个地方的 那很多现在日本的这个评论都说 日本会不会复辟军国主义 这是其一 但是其二呢 也要观察美国的态度 因为毕竟这个防卫条约摆在那里 以前日本只能是这个一百多公里的这个导弹射击的航程 现在一下提供到一千多公里 那在这一部分上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第一岛链上 它自己的能力在削弱 而希望日本帮它守住这个地区 您觉得在这两个方向上 日本未来会如何发展它的军事力量 是当然我们看到二战呢 实际上是一次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战争 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 现今的日本 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非常低 因为当时的日本经济跟今天不一样 当时日本的地缘政治环境跟今天也不一样 那当然呢 日本现在呢 最重要的是把经济发展好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发动所谓的侵略战争 侵略战争 其实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抢土地 抢人民 抢劳动力 但是以现阶段来讲 这中国它不可能再动了 它如果现在打清华战争是早死 那绝对是被中国给打得这个晕了 那俄罗斯它也不能惹 它现在真的能做的呢 这个军国主义复辟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概是很多人喜欢用 觉得说呢 它就是军国主义 所以它现在发展军事就是军国主义 其实这个不太能这样去对等 应该说日本现在比较想发展的是 它大概要有一定的力量 当然呢 我们也讲到点上 它还是一个经济动物 日本人是很会做生意的 是经济动物 那当然发展这些武器 将来是可以卖钱的 不是自己用啊 不管它的潜水艇 军舰飞机到所有的这个飞弹 它是可以卖的 因为在所有的过去武器当中啊 它只有潜水艇高科技含量最高 昌龙级 那那个潜水艇啊 在全世界来讲很值钱 那你有说坦克车大炮 这些军舰你会做别人也会做 在市场上你没有什么竞争力 但是如果它能够研发那种飞弹很厉害 打得很准打得很远拦截力很高 他说那个市场可是巨大的 日本人可能想了一大半是 怎么去将来卖飞弹 赚大钱这件事 那日本有没有考虑通过来渲染 这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些军事的活动 来让日本的修宪速度加快呢 修宪速度这件事情啊 最重要的关键的推手啊 安倍晋三啊过世了啊 马上就要国葬了 对于现在的岸田首相来讲 他对于把日本这个地缘政治啊 崩得那么紧跟中国啊 跟其他国家关系好得那么糟糕 大概不是他的想法 因为据我们现在看到的岸田呢 他也希望提出一个新的岸田经济学 因为在安倍时代曾经有过安倍经济学 但是当时确实有一段时间振兴刺激了日本的经济 那现在日本经济又碰上疫情 整个整体来讲很糟糕 那岸田呢 真的是希望快点要端出岸田经济学 刺激日本的经济啊 那当然呢 这个修改和平宪法 我倒觉得短时间岸田会按兵不动 是 其实除了这次呢 关于日本是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以外 印度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原因很简单 印度呢 这次是除了参加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 他还在遥远的澳大利亚参加了漆黑2022军事演习 基本上他都参加了 关键是在这次东方2022军事演习 这个演习前开始的48小时 那印度呢就临时宣布说要退出在日本海举行的海商联合演习 他给出的原因呢是说说我们是四方安全机制的成员 我们绝对不会做出背离四方安全机制组织的这个对立面 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戴卫老师我们看到印度啊临阵退缩 那我们怎么应该去把印度的这个角色进行分析呢 在这次的军演当中 是 那我们看到的岸田上来之后啊 嗯 去了一趟印度哈 当时的承诺呢 是提供5万亿日币啊 大概是2475亿人民币的援助啊 印度那在安倍任内的时候呢 也援助了3.5万亿日币 加起来是8.5万亿日币啊 哇 投资印度 印度现在莫迪啊 他知道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印度如果将来啊要变成世界大国 必须走中国之前走过的这种经济改革开放道路 他必须要走这条路啊 就是要发展经济 经济壮大 因为他现在14亿人口 是 马上就变全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 他要把这个劳动力啊 要转化 变成国家的力量 不然这些人口是闲置的 14亿人口吃饭是很大的负担 但是如果14亿是劳动力 那可不一样 那所以他需要大量的外资啊 协助他在这个所有的这个产业提升上面 日本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不对 那当然对印度来讲 日本那有点像金主啊 对不对 金主大哥啊 金主爸爸不能随便得罪 所以这一次军演 虽然俄罗斯啊说我要告诉西方 我有能力 印度也参加 中国也参加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不对 那莫迪啊 你也知道他真是天下无敌啊 会算啊 他知道这个普京啊不能得罪 你也不能说不去 好吧 硬要去怎么办 派些代表 对不对 去观察员 这个也算去了嘛 对不对 那也不会特别刺激金主爸爸 是 不要让日本生气啊 但也不会得罪俄罗斯 所以你说莫迪 是不是天下无敌 是莫迪是很聪明 那我们看到就说 这次的这个和俄罗斯的军演 到底俄罗斯派出了多少人呢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外交官的这个文章 就给出了一个评论啊 原来呢 印度是派了这个75名成员的特遣队 然后呢去到了这个俄罗斯去参演 但老师我想知道就是75人 如果作为一个军演去参加的话 能做什么呢 当然也有用了哈 他可以站在派去的绝对不是一些小兵哈 一定都是级别比较高的 那这个我们常讲嘛 外航人看热闹 内航人看门道 那这75个去啊 不单单看演习 还要看这些武器的表现啊 好不好 最重要 印度啊 一直以来啊 他依赖俄罗斯的武器 非常长时间 他全世界武器都满 在俄罗斯的武器最多 所以呢 这一次派去啦 这级别大概都很高 大家看看演习 你俄罗斯的发展 俄罗斯的飞弹 俄罗斯的战机 俄罗斯的坦克车 我们评估一下哪一个下次 要不要买 是我们啊 要下订单的 因为你停在那里 我摆在那里给你看 你看不出他性能 只有演习 你打给我看 是不是真的那么准 误差多少 坦克车是不是跑不坏 都马上来哦 所以为什么派了70几个 是去看 倒不是看你演习规模 热不热闹啊 开了几发炮弹呢 不是看热闹 他们去看门道 顺便为了下次啊 订单 是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军演啊 不仅仅是这个威慑各国的一种力量 同时不管你是在澳大利亚的军演 还有在这个 这回是在俄罗斯的东方2022 其实都是在做武器经济学这样的一个准备的 那同时我们再回到这篇文章呢 他其实在印度方面呢 他的题目叫印度派兵参加俄罗斯东方2022的演习 但是其中的内容呢 其实就有点就是在说说哎 你这个印度你左右通吃 但是美国不会有这样的耐心等你呢 所以你赶紧做决定到底要跟谁 这点是从哪看出来的呢 就是文章的最后一段 他是这样说 他说希望印度啊 保持开放的政策和长远的目光 以避免对其造成伤害 那他还有说了一点就是华盛顿的立场 也可能随时随着时间而改变 您怎么看待美国这篇文章 所对这个莫迪的一种 我觉得是暗暗下的暗自的恐吓呢 对这个你用这两个字非常贴切啊 实际上这篇文章完全是站在美国的这个角度啊 发出的一种间接性警告莫迪啊 实际上美国呢 现在对印度来说真的是爱恨交织啊 那理论上来讲你不能否认印度啊 先天呢他这个等于算是守住了中亚 他的位置非常的重要啊 他延伸到了印度洋 那他的右边呢是中东啊 整个油这个石油产区啊 非常重要的位置 左边是亚洲就天生 他就是天生有这个条件 他的战略位置就是那么重要 好了从历史看二战之后 印度独立了 英国走了对不对 苏联跟美国两个都在巴结他 两个对他都非常好 为什么 就因为人家生的地方好啊 先天就是好 不管你说他怎么样不好 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俄罗斯还不是巴不得 一天到晚卖武器给他 美国一天也恶疑他 甚至还叫这些盟友 说你们大家去投资他 不然日本五万亿三万亿 那都钱呢 往印度砸 这种东西是不见得回报的回来啊 但是为什么要去 就是美国也希望拉拢印度 现在这篇文章典型的 就好像是出自美国那种外交人员 写的口气嘛 对不对 你时间不多了 你要快点选边 那你放心 天下无敌不会选边的 天下无敌啊 继续走钢丝 凉碗水 好的我们看到东方2022军事演习呢 除了要关注日本美国印度之间的态度 当然我们也要观察 到底到对地缘形势上 又有哪些的影响 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信息 那就是本周呢 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二十大何时召开 那二十大之后 中俄是否会在同一道路上 来应对西方的挑战呢 明天的节目中将带您一起来看 同时呢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也感谢戴卫老师的精彩电评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